所有的人说 爱那男高音 大脚窝那又来了 我骗我女儿 我说我这小时候 不小心玩剪刀的时候 给扎了一些 你看谁来了唱家 平常在舞台上 都挺那个端庄的 一看送孩子 这些孩子都是 快来这来 但是你这种状态区 人家会不会误以为是 爷爷来 提到爷爷的头上 舒服吧 三扇大门逐一开启 是谁的出现 带来惊喜连连 你把我带功力了吧 我说郭老师会来 他害我 郭老师可以提醒你 又是谁的到来 带来感动无限 过来一点 知道吗 现在不是说你该退休了 你歇着吧你啊 不是 所以呢你还要再努力 你看谁来了 本期嘉宾 王同伟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有请王帅 王伟 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 红毛要酒 你看谁来了的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也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来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一位啊 王老师又说了 说是他的多年好友是吧 人家比你年轻那么多 稍微年轻点 那也就是实际年龄 但就是你要看样子的话 谁比谁老还不知道呢 反正我觉得 就没想到他的头发白了 满头白发 白发苍苍 得了吗你 让我们通过短片来认识 今天的大来宾王宏伟 他是中国著名南高音歌唱家 听对大家音音条件 和深厚的音乐素养 邂逅多次登上中央电视台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他就是王宏伟 今日首度做客你看谁来了 面对三善大门 他将做出怎样的选择 又会有哪些好友 为他惊喜前来 掌声有请大来宾王宏伟 有请大来宾 欢迎欢迎 王宏伟老师欢迎欢迎 你好 王宏老师好 王宏老师好 这个 刚才我们应该看到 你这头发 就是现在流行奶奶灰是吗 其实跟流行没关系 我呢就是 烧白头 然后前些年呢 因为这个 没想那么多 都是把它 把它往黑了染 现在呢 因为孩子 过敏体质 所以呢 因为带 每天要带小朋友 一块玩 带他这个 做游戏啊 这个染头发的 这个染发剂呢 就是很容易 让小朋友 有过敏的这个 为了小朋友 所以不染了 所以我就 这两年就 不是 那你赶上了 当年 这是这个白发 现在这叫奶奶灰 是花好多钱 就最贵的颜色 就这个颜色 对 你想你一年省多少钱呢 是啊 谢谢 关键 洪伟老师呢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俩大酒窝 所有的人说 哎那南高音 大酒窝那又来了 那个时候 大家不认识你的时候 这酒窝是小时候 找医院给抠的吗 还是 我骗我女儿 我说我这小时候 不小心玩剪刀的时候 给扎了一下 您的兄弟姐妹 都有酒窝吗 还真没有 那您是亲生的吧 而且你这个酒窝吧 他就是酒的有点 有点过分了 能放二两感觉 感觉就是两个洞 不是不太像酒窝 你看 这个 只要镜头扫过 就看见俩酒窝了 这是您女儿吗 这是我女儿 都这么大了 几岁了现在 现在九岁多一点 那您这要孩子 要的也太晚了 是是是 我结婚就比较晚 40岁才结婚 估计有老师不允许吧 然后44岁才要的孩子 我的天哪 你也是老师 给耽搁的那个嘛 因为我听你老师 孟明了 老师讲过 说刘和刚就是他 说什么刘和刚那批 就是谁要是搞对象 就爱收拾 刘和刚啊 责望多急啊 都是这样 就是老师都对我们要求很严 所以你也是被耽搁到40的吗 对 前面不让搞对象 前面 怎么说呢 就是也没这个机会和可能吧 因为那时候穷小子 也没人喜欢我们 我是一直到32岁 清歌赛获奖了以后才来到北京 那来到北京的时候 真是两手空空 刚好借着清歌赛的这个平台 有了很多参加舞台实践的机会 所以呢 到了北京那几年 基本上就是在不停地打拼 对 参加各种演出活动 所以个人的这个情感问题 也一直没顾上解决 没顾得上 关键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他从新疆来的 我记得是吧 对 他从新疆来到了北京 他本身那得适应啊 你想他也没什么朋友 那个时候我估计 对 但您在清疆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老出名了呀 没有 没什么名 因为这个 对一个歌唱演员而言 我觉得如果全国的电视观众 不认可你 那你就是没名 所以在新疆 实际上我也很努力 因为参军比较早嘛 16岁就参军了 等到了2000年 我离开新疆的时候 你想我已经16年的军龄 十几年的军龄了 16年的军龄了 反正我记得当年 你来参加比赛的时候 隐隐约约记得是 什么是能来呀 不能来呀 什么那边不放啊 什么来回倒腾 反正印象有这个印象 就是你的这个比赛的 感觉你很坎坷 身上坎坷 是非常坎坷 因为我前前后后 这个为了参加比赛 清歌赛一共参加了四届 那你跟刘和刚一样啊 他也四届 参加了四届 那么前几届呢 都是非常艰难 而且呢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从事专业工作 我是在一个基层部队的仓库里当干事 您不是文艺兵啊 我不是文艺兵 你是管仓库的 我呢 当普通士兵的时候是放映员 放电影 当过三年的放映员 然后考上了军校 军校呢 学的是维吾尔语 翻译 然后军校毕业以后呢 我就分配到了新疆军后勤的一个汽车仓库当干事 我在那个仓库当过七年的文化干事 但我在新疆呢 也参加了我们新疆电视台的两届的清歌赛 那应该是冠军吧 冠军 冠军 对 但是依然不能说明你的事业是成功的 是 对 特别是对一个职业演员 那在北京那前三回是几等奖 我就记不得了 最好成绩是优秀奖 就是进入决赛 那你还不认刘和刚 刘和刚是千年老二 一直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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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伟跟和刚他俩最大的区别在哪呢 和刚呢 他虽然说也很坎坷 但是和刚呢 他好歹是上了异校 然后他一直在走这条路 对 他离得近 我一直以为他是文艺兵 和着您之前是仓库干事 那您干的事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这个仓库呢 它是归这个上级的一个单位叫分部 是一个试制单位 这个分部呢 有一个业余的演出队 可以去基层部队演出 但是呢 也只是有限的几个月的时间 大部分的时间呢 还要回到仓库去干你的本职工作 这个负责教大家唱歌 然后呢 负责给大家搞一些小节目 负责跟这个 这个驻地的老百姓 搞一些军民联欢 说有一次清歌赛都差点没来 是有这样的时候吗 对 有一次 就是不是差点没来 是确实没来 你看 在1998年 98年的时候呢 我已经调到了新疆军区的文艺团了 但是呢 98年清歌赛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文艺团 正在基层部队演出 演出 好歹是最后2000年 终于啊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奖 我们找了2000年的视频 来看一下啊 2000年 哗啦啦的黄河水 我的天哪 你现在还能唱这么高吗 你这个是嗨地了吧 嗨降义 嗨降义 我的天哪 比嗨地还要高一高 你现在唱不了这么高了吧 第九届步步高杯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 专业组民族唱法的金奖获得者是 王洪北 祝贺你 我觉得也算是洪凯老师大奖作了 这首歌真的是我们听名唱 然后才响彻中国的 好像不仅仅是代表作 后来很多大奖赛 好像拿这当成一个标准了 是 能把放歌唱下来的 一样挺好的 反正挺乐感 很会唱歌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大的变化 就是说他现在就是 更加沉稳了 长大了 您和王宏伟老师认识多久 从02年到现在 此时此刻 三座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 大来宾能否一猜几种顺利过关呢 您想先见哪个房间的朋友 三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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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属于战友好哥们 然后我们还是剧中的老搭档 我来想想 你是 你的职业是老师吗 您的职业是老师吗 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好 第二个问题 也是唱歌的 歌唱 演员 是不是这意思的 您今年的年龄 超过了80岁吗 我的梦 您在想谁呢 你我小 您是少数民族吗 您是少数民族吗 和你一样 和你一样 第四个问题 红维老师啊 我急死了 你就不想知道他是男的女的吗 您是一位男生吗 这我要不提醒您 我给你绝对在进沟里了 和你不一样 和你不一样 您是军人吗 哦 非常好 您是军人吗 和你一样 我觉得这可爱的亲太可爱了 和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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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和你不一样 和你一样 对 他好像生活中 是不是就会说这一样 那我猜猜 他应该是谁呢 刘和刚 好吧 王老师已经被你给整糊涂了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 三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哎呀 哎呀 利达 后来哥 哎呀 咱们有点老利达 好久时间 哎呀 人家都说和你不一样了 跟你说性别是女 性别是女 不要踩入 我说和你不一样 我说和你不一样 对呀 王利达 著名歌唱家 她的歌声大气 而不时清零婉转 台风庄重中 凸显优雅磊落 四面青山 刺耳听 刺耳听 今天作为惊喜嘉宾意外现身 她与王宏伟之间 还有哪些歌唱背后的故事 这个利达好啊 你好你好 你跟王严老师熟吗 熟熟熟 是吧 对 他老跟别人说 说他跟您挺熟的 是挺熟的 我们都挺怀疑他的 他看着我长大的 真 我跟王利达 我是有仇的 有仇你都把他请来了 对呀 我就是要找你 就是告诉你师哥 他当年 他是怎么折磨我的 你知道吗 当年上一档节目的时候 有一个轮盘 我说是如果这个轮盘的 这个奖 啪 中了 归谁 然后他看着我说 归儿子 我说归谁 他又看着我说 归儿子 你看你看你看 然后真的中了 真的 真的中了 关键是 这些观众是不是笑喷了呀 是的 然后他们说 就这个奖到底是给他了 还是归儿子了 哈哈哈 就拿回家了 你跟 洪伟哥熟吗 很熟 不仅仅和 很熟他都没猜出来你 关系一半 关系一半 你看我们是战友 是我的队长 然后我们又一块演歌剧 然后经常还有一块演出 天哪 天哪这是什么呀 我们俩一块演歌剧 运河谣 啊 洪伟哥啊 他从我 从我入团到现在啊 我觉得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六个字 六个字 认真 认真 执着 执着 严谨 严谨 对 我觉得每 这个每一个词语的后面 真的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们一块演出演歌剧 排这部歌剧的时候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最后有一个他在出来找水轰连的时候 在排练场跟你讲就每次往地上一扑那个样子我都心疼 是很认真他一遍一遍他其实我们都 就真往地下磕 真的磕 嗯 真磕 真磕 他完全不是在作假 他是他是情感到达了之后 然后他就会非常真实的表现出来 然后还有执着 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 你就看排练场到的最早排练的最久的一定是洪伟哥 嗯 然后就严谨 主要是最笨 没有没有没有 严谨 严谨 他特别严谨 我觉得这个严谨不仅仅体现在他的这个事业上 包括他对孩子 包括他对学生 他是首先是非常滤脊 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然后他对他的学生和孩子 我们有一次去他们家吃饭 几个孩子在那儿就一起吃饭 我就能明显感觉到 朵儿是有点惧怕爸爸的 哈哈哈哈 严肃哈 所以洪伟哥一直是我的榜样 然后我我在歌舞团的时候也是我的队长 有一次 我们演出 他从台侧口看往台上走 下来之后 该减肥了 哎 我因为我刚生了孩子那时候啊 他说我从侧面看你衣服都是蹦着的 哈哈哈 金装 我说好好好 我队长是刚生了孩子生了孩子对不对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送孩子接孩子都是 快来这来 但是你这种状态去 人家会不会误以为是 爷爷来了 绝对会 绝对会吗 有一天 礼拜天 我带着朵儿去咱们旁边的花鸟市场 然后我就把他架到脖子上 在里边逛 逛完出来累了 架着走 出来以后 老头拍着我说 骑到爷爷的头上 舒服吧 我实在是很无语 对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 比如丽达要跟我说 说我要接孩子 我特别理解 因为妈妈 他们说王洪伟老师要接孩子 好爸爸 绝对是好爸爸 你都不知道宏伟哥怎么监督躲儿弹琴 有时候监控去 好 该练琴了 好 来 视频 视频间 因为有时候出差在外面演出嘛 对 然后他又得让孩子 孩子肯定音乐感觉特别好嘛 因为你们俩音乐感觉都好啊 妈妈 妈妈是弹琴的啊 对 对 那这个 这个年龄对小朋友来讲是非常残酷的 对 他现在每天六小时 六个小时练钢琴 因为下个月 马上就要 考级 被考中央音乐学 啊 我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呢 就是他刚好这个点在家吃午饭睡觉 所以呢我就 赶紧溜 哎呀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爸爸去录节目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肯定 在你五岁还没起来之前 我肯定到家 哎呦 天哪 伟大的父亲 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 我缺失很多的爱 你没机会 我没有机会 因为我四岁的时候 我不到四岁 我的父亲就走了 哎呦 哎 然后四岁多一点 我和母亲就分开 一别就是五年 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五年当中没有见过母亲 因为当时这个 我父亲走了以后 我母亲身体非常糟糕 所以呢 爷爷奶奶就把我和我妹妹 就接回了河南农村 我和妹妹在河南农村 生活了五年 这五年当中呢 没有见过妈妈 哎呀 所以我现在想一想 就是怎么说呢 我自己觉得人生有很多的遗憾 有很多的缺失 我觉得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我就觉得我 无论多忙 我一定要有多一点时间陪她 所以我现在的最大的快乐 并不是说在舞台上 我去塑造一个角色 唱一个好的作品 我觉得最大的快乐 就是陪家人 陪女儿 真棒 就是我每天 我的工作啊 陪她早晨一块起床 就是她 我肯定要比她早起 起一会儿 因为小朋友是这样的 大人没起来 她一定会 爸爸我累了 我想再多睡两分钟 就这样 那爸爸先起来了 小朋友一定 她就起来了 所以我六点半起来 小朋友六点四十就起来 起来 然后帮她张罗早餐 她呢就学英语 一小时 然后八点整 准时坐到钢琴上 然后弹四十分钟 基本功 这时候呢 早餐做好了 她就开始吃早饭 你也可以做吗 我做 亲自做 我亲自做 然后呢 然后吃完早饭 接着两个半小时 就是上午差不多 一直谈啊 到十一点半 结束 然后呢 中间有半小时时间 她可以自由活动 玩玩啊 看看书啊 有时候我带她 到楼下去 打会羽毛酒 你这佩服吗 佩服 你不只是佩服 宏伟最高兴的事 是陪女儿 将来力达 她可能最高兴的事 是你给她培养了个好儿媳妇 不过你得加油 对 有压力了 对呀 到时候再中奖 就不是贵儿子了 就贵儿媳妇了 你有没有想过 再要一个老二啊 非常 非常渴望 非常渴望 对呀 毕竟我们的年龄 先生 大了以后啊 对 就是小孩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能够陪伴她 走得最远的是亲人 对呀 如果她能有一个弟弟 对吧 妹妹也行啊 妹妹也好 是 那你要是这样的 可得抓紧时间 要不然的话 那可真就成爷爷赔了 希望下次来你们节目的时候 就有 好消息了 对对对 你不再来一个 我也努力 你 对 其实力达 我觉得洪伟老师 你就从他刚才讲 孩子练琴这事上 他就真的是认真 认真 严谨 你能做到吗 执着 我自探不如 不是 你孩子弹琴吗 他爸陪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 他儿子不但练琴 都作曲了 哈哈 现在作曲做的 那叫一个好 你家也是爸爸管孩子是吗 他管的比较多 大部分 对 所以那天我闹了个笑话 我去接孩子 我找了半天 我在哪接呀 在哪棵树啊 一排树 然后有个家长说 这这边倒数第三棵树 这边来接 我说哎好嘞 找了好久 我说怎么还不出来呢 这孩子急死我了 找错学校了 没有没有 然后我突然看到有一个老师 哎 来了来了 然后那个后面家长说 拿拿拿 我说那不是丁老师吗 你看错了 不是他们的班主任 今天呢 这个丽达来啊 特别开心啊 那丽达给我们唱首歌 我们休息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这里啊 鸣心如水 白船回去 白船回去 大海无边 只 noted 唱歌 全部人 也不信呆 不信呈 别拒絶 不信呈 也不信呈 不要 人民江山万万年 万万年 小时候妈妈说 江山是人民 长大夫共产党教 人民是江山 江山是人民 而人民是江山 道与山岁 山岁又牵线 灭与山 咦咦咦咦咦 鸣心如山 几沙常唐 金沙长的高山围绕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 就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向前 以人民之年 人民之年 以人民之年为年 人民将生万万年 万万年 小时候我说 江山是人民 长岛共产党教 任命是江山 江山是人民 啊 任命是江山 都为山岁 山岁有前行 小时候我说 江山是人民 长岛共产党教 任命是江山 江山是人民 啊 任命是江山 都为山岁 山岁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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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没猜着啊 真是 著名的王宏伟老师没猜着 我真了解 他能把女的猜成男的 真是 您这也是打破了我们这个 录制这个节目以来的记录 明明告诉你是女的 然后 非要猜个男的 非要猜个男的 可想这个刘和刚 对 可想刘和刚 在你心里有多么 重要 重要 来吧 是二号还是一号 您先见 二号 二号 他猜不到 我给他发了短信 我是那个 可能我来不了 有事儿 第一个问题 您的职业是老师吗 又来了 应该是 应该是 第二个问题 您是一位女士吗 哎呀 终于问男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您的年龄超过了六十吗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是军人吗 您是一位军人吗 应该是吧 好 最后一个 您的籍贯是天津吗 好 您是天津人吗 是 我猜着了 谁 肯定是孟老师 为什么 军人 嗯 女士 嗯 教师 孟老师是天津人 家乡是天津的 天津人 哦 您确认吗 确认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呃 二号房间中是不是 我们亲爱的孟玲老师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杂队了 哎呦 这是谁 大红衣服啊 孟玲 著名声乐教育家 今日作为惊喜嘉宾亲情助阵 他与王宏伟之间还有哪些师徒情深的故事 呃 宏伟的节目如果孟玲老师不来的话我们老师就贴一块 对就遗憾 真的是遗憾 因为上次怎么也调调不到你们一块 所以给孟老师录那一期呢你没来 我就基本上觉得这就就跟我的失职似的 所以我就我就就不死心呢 我就必须要凑一块 我我能不能这样认为孟老师绝对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大贵人 必须的 必须的 当时您认识孟老师的时候您多大年龄 二十来岁 二十三岁 您不是那时候在新疆吗 对 那你怎么认识孟老师啊 呃 也非常巧了 当年孟老师有一个学生 嗯 也在新疆当兵 嗯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高音 就是他呢就常给我提起来说跟孟老师学习的点点滴滴 就说孟老师人好教的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种草了 种草了 嗯 所以在我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报考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哦 那一年 就奔着孟老师来的 对 嗯 孟老师您第一次见洪伟时候您还记得吗 记得 嗯 那个俩小酒窝 嗯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 嗯 这孩子话少 郭老说刘和刚什么猴山什么 那见他不得给点什么新的评价 嗯 没没没说他说的说他还挺乖的呢 嗯 所以那个时候您一见他的时候您就决定收他了吗 啊 对啊 嗯 因为当时就人家说说这个孩子特别刻苦 特别爱唱歌就是爱唱歌 一心要唱歌 而且特别努力表现又好 那我干嘛不收呢 他当时一唱您觉得他的条件好吗 好 嗯 他其实没怎么学过哎 但是他特别的努力自己呀听这个听那个 嗯 拿一个小破收音机 就天天就听 一有有空就听 嗯 所以他真是很不容易 这关键是声代条件好 条件好啊 另外有乐感 我觉得是跟他妈妈有关系 嗯 他妈妈有事没事就是欲聚 嗯 所以对他熏陶 也就是说孟老师您刚刚见他的时候 他是一个彻底的穷小子 我可以这么说吗 也太彻底了 太彻底了 太彻底了 当时您会不会挺心疼他的呀 对啊 因为他自己这个人格特别好 就是他品德特别好 所以我特别愿意帮助他 嗯 然后像他吧 没有这么幸运的 他是很早就有一个个人专辑 嗯 像这么年轻二十几天有个人专辑 你别想做梦 嗯 嗯 当时就是我的同学胡秉旭 胡秉旭 对 我的天哪 那是最最顶级的指挥家 对 我小的时候的同学 啊 然后呢那个他呢就是那个 跟赵纪萍关系特别好 他经常唱赵纪萍的歌 我说毕业音乐会 务必你得把赵纪萍给我请来 后来我就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他两人正在录音的 北影录音棚录音 我说那我不管 他说我们录音棚钱都交了 我们正在录呢 我说我不管 反正王卉就在那个节目第四个 你必须来 他说我我怎么办呢 我这录音棚的钱都交了 乐队也来了 我我能放下 我说你爱放下不放下 你不放下 我也不认识你了 你来不来吧 我把电话就撂了 来了 把赵纪萍也抓来了 哎呀 然后听了他唱 你说多难得的机会啊 嗯 因为他那个马上毕业 毕业音乐会你想 一听就看上了 哎呀看上了 他唱完了以后 我找不着这个人了 我说他应该是在观众席里边说 跟我在一块 到后台找他去了 就越过我直接找他 直接找他了 找他去腻弯 什么唱的怎么怎么好 就跟他去说去 我问红萍我说这人呢 哎呀激动的不得了 找王红伟去了 哎呀 当年又是一贵人 贵人 你看硬是活生生的抓来 然后看上他了 然后就带他到日本去 本来是另外的一个演员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王老师 我要把另外一个人换 把王红伟换上去 看行不行 成了 你第一次出国吧 第一次出国 在日本特别轰动了 他们来出资给他录那个 录的专辑 录的专辑 他那个时候就94年的时候啊 他已经相当是不错了唱的 而且你想得到那个著名的作曲家 赵纪萍的肯定 胡敏旭的肯定 对 那就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这期节目呢 我是特别想把他请来 他也特别想来 但是实在是调来调去来不了 但是来了一个视频 哦 记得是1993年 我在北影录音 我的好朋友指挥家 胡敏旭告诉我 今天晚上 我们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 听一场学生的毕业音乐会 这场音乐会上 有孟林老师的得意门生 王洪伟 我记者就那天下午吧 傍晚到了学校的礼堂 在这次毕业音乐会上 我第一次听到 宏伟的演唱 赢得了世界的观众 这么多年 三十年 三十年 三十年走过来 我和洪伟出了 事业上的合作 我们的亲情更加浓 是 讲的就是刚才的这一段 对 生拉火扯给拉来的 人家在录音呢 所以还是 首先来感谢孟林老师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孟老师鼓励您参加情歌赛吗 我鼓励啊 应该说我在新疆 特别是从军艺又回到仓库去当干事 这四年过程当中 孟老师给了我很多鼓励 你想过没有在那找个对象啊 不允许 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一个男人啊 可能还是要先立业才成家 孟老师这事管吗 管 说吗 他上学就是刚一来说 那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又帅 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 你看 他当时有的时候上课 就稍微走神 我说洪伟你怎么了 他就唐赛一下 他说 我特别担心我妈妈病啊 生病啊什么的 其实呢 都有啊 然后呢 我说你看 你妈妈是希望你那个将来 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 然后你才能让你妈妈 过那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他说是 我说你这样 你这个闷头想 没有什么用 你把它用到学习上吧 懂道理 我说另外我问 有没有女朋友 他也不算什么女朋友吧 反正有人喜欢她 哎呦我的天 我告诉你 我是你回去告诉她 孟老师说的 上学期间不准谈恋爱 我说孟老师 我觉得您这管的有点多啊 不多 我后来 你自己吃饭都成问题呢 你还找干一个 就是清歌赛结束以后 我非常幸运被保送到了 又回到了母校去读研究生 就是两千年的时候 然后又到了孟老师这儿了 又到了孟老师这儿 读研了 又到孟老师手心里了 孟老师啊 嗯 我那宿舍 门钥匙 然后宿舍里的床 新的床板 嗯 床上所有的铺盖 床单被子 然后脸盆 洗脸盆 全是孟老师 一整套帮我都 在来学校之前 她已经都帮我弄好了 真是妈妈 嗯 这真是妈妈 这个您当时听说 宏伟回来读书 特激动吧 对我特别高兴 因为当时她完全可以 就凭借她的名气 去走训 去多多地挣钱 但是她没有 嗯 我就问她 我说你怎么想的 你这个得奖以后 她说我想呢 沉下来 好好地学习 她说因为我底子比较薄 我觉得特别 特别踏实 后来我说支持你 来吧 好好学 哎非常努力 那个时候2000年她可就32岁了 那没到那个35岁以前不能结婚 你32岁了 可以谈恋爱吗 你恋爱如果有真正特别好的可以 但是你没有好的 那被你搅和的一个好的也碰不上 那你错了 你后来宏伟那个爱的人多好啊 珊珊 那珊珊跟您有关吗 太有关系了 哎真的呀 快讲讲 嗯 宏伟啊 给我打电话 老师啊 问问那钢琴系的主人 钢琴系主人杨俊 是我的同届的 同学 好朋友 嗯 然后是问问她说 珊珊在哪表现的 或者怎么怎么样 她给你介绍的是吗 哎 后来完了我就 我就给杨俊打电话 同学嘛 就什么话都说 我说杨俊啊 我说那个你们那有一个 叫杨珊珊的一个钢琴老师吗 他有啊 我说怎么样啊 哟 那国外拿完了奖了 业务也特别好 人也漂亮 嗯 人又特别好 然后她反应过来了 你干嘛 是不是给你那傻儿子找对象 哈哈哈哈 我说对对对 是 我说给我那王洪伟 后来她说 哎呀你可真会挑啊 嗯 哎我说那当然挑就挑好的嘛 对吧 嗯嗯 就这样 就是您先给打听个六够 先外调 外调 哎呀 不是关键洪伟老师 您也挺会挑的呀 杉杉多好啊 你啥命啊 对呀 都到四十了还不挑一好的 哈哈哈哈 是是是 谁给您介绍的呀 非常巧 我是08年那一年呢 上半年我刚好回新疆去拍一个 新疆哥的这个MV 嗯 然后在回新疆的过程当中呢 就碰到了我们 呃 新疆军区的一个首长 然后呢就聊起来了 说那个 没有女朋友 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他说是那个 我那个 从小一块玩的发小的孩子 嗯 多大多大年龄 多大年龄 没听比您小 实际上呢 这个王爱人他也啊 就小的时候见过 大概也就是十二三岁的时候见过 嗯 后来再没见了 嗯 然后就这么一说 然后呢他就让他爱人 联系了我 就把珊珊的电话就发给我了 就见了第一次面 一见哇 这么美是吗 呃一见我就觉得 相中了 和气质 哎那个感觉 谈吐 完全不一样 嗯 就喜欢了 然后不是就找孟老师吗 孟老师帮你外调去了 内查外调 内查外调 对对 所以说这个孟老师 对你来讲 其实 和刚的很多故事就让我一直很感动 但是今天听来 孟老师似乎对他每一个学生 都是用的一套办法 就是啥都管 嗯 包括你的这个恋爱年龄 你看 这个 我和刚 多姐 嗯 我们都是晚婚 都是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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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 因为清歌赛他参加了四届 四届 前面那些成绩 没有那么喜人的时候 您能感觉到他的那种落寞吗 感觉得到 嗯 因为当时啊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 呃 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就94年 嗯 出了个人的专辑 你要知道 出个人专辑 那些选手里边只有他 当然是一下子就挺轰动的嘛 然后这个人没有进 没有进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没关系 我说你还年轻吗 那个清歌赛一直到35岁 你还早着呢 96年 96年又来了 96年又来了 入围了 然后98年时候他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老师啊 这一届我可能不能参加了 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我在阿里呢 给战士演出 对 他说战士复兵役就两三年 如果现在走恐怕不太好 他说我是个党员 我不应该那样做 后来我又是党员 我又是个军人 我说我老师支持你 我说下一届再来 你准备的充分一下再来 其实我心里面 确实挺遗憾的觉得 嗯 没能够来 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讲 也是一个好事 沉淀一下 对对 准备的再充分一点 所以2000年 一下子就终于出来了 那一次 当你拿到这个金奖的时候 心情什么样啊 还记得吗 还是反倒平静了 嗯 确实也很激动 因为这是一个自己 多年渴望的一个梦想 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 清歌赛 他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个荣誉 对 他给我的 是更多的平台 更多的激励和鞭策 人生的一个大变化 人生的一个大变化 是 所以我觉得宏伟啊 您应该要多来来我们这儿 好 接下来呢 这位嘉宾老师说呢 他想跟孟玲老师拍个照 说他还特喜欢孟玲老师 哦 这个他说想要您给介绍一下 孟老师 那咱就猜猜咱们下面嘉宾 看见我他肯定是好久不见了 因为平常很少见面 一定是这样 我也是啊 第一个问题吧 您是一位女士吗 你要三个都是女的也不合适吧 女士 哎 第二个问题 您也是一位老师吗 不是你今天是 问题是你在家列好的是吗 挺有名气的歌唱家 哟 还跟你开玩笑你看到了吧 应该跟你很熟 第三个问题 您和我曾经是一个单位的 不是 我很高兴现在 亲爱的王洪伟同学已经蒙圈了 您的年龄今年有50岁吗 您有50 不是您这话问的 我都不好意思 我要是他 我帮你去看一眼 我都不知道是谁 我都忘了 我帮你从门缝里看一眼 心里年龄18 但是我看见他唱歌的时候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通俗 王老师也就开始挖坑了 你到底跟他关系熟吗 我看一般呢 一般一般 我跟你说啊 他都不带我玩 他要是这样的话 你一会儿也给他唱一段御卷 真是的 是吧 你现在就唱一段我听听 三两个在学校 张张三年 相处之中 无话不谈 梦老师啊 您说谁唱的好吧 当然宏伟了 孟老师江南华 没有太甜 好吧最后一个问题 李丹阳老师 你确认吗 你可以最后一个问题不问了 李丹阳 确认是吧 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歌唱家 李丹阳老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 一号房间 你看 谁来了 答错了 你看 掌声有请 郭老师 我就说你把我带动了 我说郭老师会来 他害我 郭老师对不起你了 郭淑珍 著名女高屋歌唱家 声乐教育家 今日作为惊喜嘉宾现身舞台 师徒三代同台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这个 你这个 你看这边小这边大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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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谢谢郭老师 郭老师您坐 我坐 郭老师对你太好了 是 自己的徒孙儿嘛 徒孙儿 对啊徒孙儿这是是吧 徒孙儿 是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 嗯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天 你们三代是吧 坐在一起 嗯 呃 就是洪伟 这么多年我跟他认识呢 他真的低调到不太愿意 就是在电视里边过多的宣传自己 但是我就想着 如果有一天他的老师 和他的老师的老师能坐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个梦 嗯 嗯 就是实现了 郭老师 您这一年身体挺好吧 呃 还不错 那个您给他教过吗 宏伟 教过 教过教过 啊 您觉得这孩子怎么样啊 这个人啊 嗯 这个人是 挺少见 嗯 聪明 嗯 我见他的时候他还很小 嗯 刚看他 他唱那个名歌嘛 嗯 嗯 我一听他给我的印象 非常聪明 第一个 第二个分有灵气 嗯 然后呢 就是有条件唱 这样 很好的印象 嗯 非常好的印象 他去看过您吗 看过 特别是刚开始他上学是 他念研究生的时候 嗯 特别是 那时候还给他上课 另外他每次考试的时候 他都让我去 我就把郭先生请来 对 嗯 在学校的研究生的毕业运会 郭先生都来 我的每一部歌剧 先生都来看 去看 嗯 是吗 嗯 最后一部戏是《长征》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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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看过 嗯 他演的怎么样啊歌剧 会演戏 哦 还会演戏 会演戏 天哪 就个儿小点儿 哎 但是呢就演个小孩儿 挺好 整好 整合适 《长征》里面我就演一个 16岁的红军战士 每一段看来郭先生 都是见证了的 还有个很难得的就是啊 他那时候我就 我就很吃惊 他就也喜欢唱 那个外国歌剧里头的 那个 永叹调 永叹调 他会唱 哎 我觉得这人很聪明的 嗯 很聪明 而且他 他唱的 他本来是唱名歌嘛 哎 但是他呢唱起来的嗓子 也能适应那个 嗯 我就觉得很灵 就是这个人 这个会前途 会有很好的发展 嗯 孟林老师 当年您拜郭先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郭先生对您怎么样啊 好啊 嗯 嗯 我那时候才十几岁 比他们还小 嗯 余先生我就说说 问了我 问了说那个 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 嗯 我说还不错 他说你是最好 不是问我 我是问我是不是最好 我说我要是最好 我就坐到您那去了 那郭先生看 郭先生这孩子挺睿智的 回答问题 嗯 反正我就是在郭先生那比较 因为我第一个 郭先生第一个学生就是我 对我特别好 嗯 全家都对我特别好 嗯 但是您的学生啊 不公平 刚才对于我和王宏伟唱的郁剧 我觉得评价就非常不准确 啊 居然说王宏伟比我唱的好 这个我就 我不能接受 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 就是 你是不服气他比你强 是不是 就是郁剧啊 郁剧 我就是想想 我也是在河南生活过的人呢 哦 郁剧 对 河南戏 河南帮子 对啊 河南帮子 对不对 你会唱河南帮子吗 那你这样吧 郭老师来了 你唱一句你唱一句 让郭老师听一下 让郭老师听一下 留大的江南华 离台便唱 谁说女子 想清闲 男子打仗 你能让人家唱一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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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昼夜的心情把会赶 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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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老师 陆老师 您得评价一下了 评价 请评委量分 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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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评局 评局 评局对你已经不错了 你上架 非常热情 非常热情 热情是好还是 你过一件 好 靠动作举声 好 别炸了 别炸了 就是这样 别炸了 这太吓人了 对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把您的两位 老师和师爷都请来了 谈谈体会吧 高兴 激动 然后是 没想到 你能不能说话精神一点 对 你看 对 你听郭老师 郭老师的中气 国足 对 郭老师是说一个太精神 一个太不精神 对 你们二位 作为这个协目的主持 都非常棒 谢谢 都很到位 谢谢 郭老师 真的很到位 谢谢 为什么我愿意看呢 就是我会得到一种正的能量 谢谢 谢谢 会得到一种鼓舞 谢谢 我就看你们那剧 看你们那个节目 我就忽然有一种冲动 有一种冲动 就想 我可以做点什么呢 就这样 谢谢 因为你们那个心地太好了 感谢亲爱的郭老师 是正能量 真实的 接下来咱们合张影吧 让我们一起来留下 《红毛药酒》《温暖时刻》 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 在我的眼前 饭才多吃几口 出门在外没有 出门在外没有 毛的小米粥 一会看看你 一会摸摸手 一会又把祝福的话 装进耳的洞 如今要到了离开家的时候 在你家行千里不带有千里的路 我还一步没走 又看见泪水在妈妈眼里 妈妈眼里流 妈妈眼里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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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所见的 guilty Realm 妈妈的心头儿 一会儿忙忙前 一会儿忙忙后 一会儿有它香气的誓 塞進兒的鬥 如今要到了離開家的時候 在你家兒心千里不帶有千里的路啊 我還一步沒走 就看見淚睡在媽媽眼裡 媽媽眼裡流 媽媽眼裡流 如今要到了離開家的時候 在你家兒心千里不帶有千里的路啊 我還一步沒走 就看見淚睡在媽媽眼裡 媽媽眼裡流 媽媽眼裡流 掌聲有請姚剛老師 有請大來賓 你看誰來了 迎來大來賓姚剛 這是要展示自己的身材吧 我把這當家了 前幾年就是壞人演得多 對 這兩三年三四年就好人演得多 他演技精湛實力過人 我是不是很關照你啊 那我關照你 你怎麼感謝我 你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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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浮般的都是勇士 但是 你是功臣啊 由他塑造的每一個角色 都入目三分 今天無論如何 也要爬過家進山 走不動的商人 我們就是抬 也要抬過去 抓到我你 你以為我能相信你的話嗎 我還不了解你啊 你那個腦袋瓜子啊 不一定憋著什麼壞臉子的 好友遠道而來 會帶來哪些戲裡戲外的故事 當時沒把鞋底子脫了 臭你 那就不錯了 我覺得戲各方面都順暢了 而且我看這人 好順眼啊 大料不停 他又會如何接招 生活中啥樣的吧 為啥單身到今天 就是要求太高了 哎呀 真真真好 說這王老師馬上就想去了 更多精彩內容 近在下期 你看誰來了